鞋蛋糕上面這是什麼 鞋蛋糕上面的鴨都是油蟲酥吧 現在先了解它的外面 它的油蟲酥好香喔 不過它鴨上來的時候 我真的有驚豔到 這個真的很好看 然後他們把餅皮拿上去 鍋爐上面一片一片煎過 都會聞到餅皮它的麵乳 還有鍋氣 我對餅皮的驚豔度已經高過鴨了 它的燻香非常的夠味 它每一家東西好像都有一片炭香味 對 因為它是炭火烤的 但它盤子旁邊就聞到很香很香的味道 我自己一個人啊 開始吃完這樣一盒半 我好多喔 不想講話我想要先吃 你慢講我們慢吃 再來一個鹹豬肉 嗨 我是蔚德 歡迎回到想雜事 分享美食大小事 我是龍蕙 我是Micky 今天我們來到哪一區咧 這一區很難猜喔 因為我們現在在一個很荒難的地方 法子溪的迎賓水道 然後它這裡有個很代表台中的一個標誌 它就寫著台中 哈哈哈哈 簡單名字喔 這一個區就在南豚區 拍第二集 那就跟我們看下去吧 GO 好無聊 我們現在在南豚市場 現在是早上10點 南豚市場是早市啦 所以基本上是1點之前都還蠻多人 紫豐美食 上次是不是有吃過那個店面 紫豐是本店 可是這個市場我想要弄乾淨 因為有些市場就比較髒眼 你說出來啊 這是我們很常去拍的那個市場 其實我們沒有一個市場拍兩次吧 有啊 我們有一個市場拍兩次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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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不可以拍到 不可以拍到 第一名嘴巴老師在家 他們又想要透露 網友推薦的 好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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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好多人喔 早餐系列的 鮮越南小吃 今天點的是螃蟹米苔末 牛肉河粉跟越南麵包 你看看螃蟹的吧 螃蟹味不受不了耶 今天第一餐吃這個好快樂哦 我家厲害的地方是它的湯頭很鮮甜 可以吃到滿滿的螃蟹的鮮味 然後它這個米苔末是 有點像是大米的那種 比較圓滾滾的烏龍麵的感覺 吃起來很有勁道 人家都說要點米苔末 其實他剛剛上桌的時候 我還想說我們點這什麼東西 烏龍麵 我是聞到螃蟹的味道 是螃蟹的那一道 這裡面蠻多料的 融合了台灣的豬血 有肉 裡面有板骨的那一種 嗯 什麼味道 什麼味道 它還蠻入味的 午餐應該是湯頭的味道 不過我看他們現場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人一碗麵 變得很像拉麵店 越南河粉 湯頭蠻濃的 可是它牛肉不感覺不是一樣的 這一道也蠻好吃的 而且它米餡的選擇也不錯 加檸檬味道更有層次 檸檬Tree 竹慧倫唱的 這樣應該不會被 明明不會被拿走嗎 不會被舒芬倫拿走嗎 外國翻唱的歌曲 我以前上課有上過 高中的英文課 我要補醬的口感 好 你講補醬的口感 只要雞一點點 現在都會吸滿湯頭跟裡面的味道 就還蠻好吃的 再來就是我們越南麵包 感覺吃越南小吃一定要點一下 嗯 好脆 差的不錯 每一個單品都很有力的調味 這跟甜甜蘿蔔 旁邊有一塊肉 嚼在 忍不住把它吃完 麵包皮 我覺得它跟地上市場的差不多 地上市場的料比較多 最主要是把料塞得很滿 我覺得你喜歡吃越南麵包 你也可以來這間買 這間很棒 可是這件事就有加竹竿醬 我一直覺得要有一個那個 內臟感 這味道比較鬆 就是它的那個 麵包味比較鬆 這是它的特色啦 我覺得很棒 對啊 再不敢吃就比較 嗯 這間就比較 所以我們來到的是鹿岡老洋酥肉包 那它在林明路上 我們已經開了六七年 店子是在更前面一點點的地方 因為我之前住附近 然後每次經過的話 然後我看到人家好 剛剛看到 多人在用一起來 麵皮包餡 看它們麵皮在那邊滾來滾去了 我就很想吃了 哈哈 我們今天點了 肉包牛奶饅頭 跟鹹蛋糕 對 它們家很像應該就是這個山藥 嗯 好奇怪耶 它是軟軟的那種 皮包有沒有進到 裡面有一顆好肥好大的香菇 它起來了 下一個 下一個 我覺得它的肉餡滿有鮮甜味的 嗯 就是吃完不會覺得膩膩的 也都有肥肉汁給定潤到 它上面那塊是厚的 吃起來平一點 吃到後面的鮪魚 它不錯 它這個是清爽裡面的 強烈的味道 我覺得它 你們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了什麼 我想要來去買個10顆 然後之後可以來到早餐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可以再來到早餐 那妳可以開心一點嗎 我很開心 我到底哪裡不開心 沒有關啊 天氣一點 心想不到你到底不開心 欸不小心就把它吃掉了耶 吃完喔 它跟蛋黃麵包不太... 妳可以吃快一點嗎 好 我要吃牛奶饅頭 海饅頭 這應該是大人小孩都會喜歡牛奶饅頭 我很愛吃牛奶饅頭 我喜歡它會有香香 然後會很單純的味道 我以前吃牛奶饅頭 我都會用那個豆漿 它鮮蛋糕上面就是什麼 鮮蛋糕上面應該都是油蔥酥包 它很松滿 我剛剛看到它的時候 我就愛香蕉 但我還沒有吃到它 所以我還不知道 妳先了解它的外面 它的油蔥酥好香喔 然後外面真的是我們的神隊友 我們剛剛原本沒有打傷點 鮮蛋糕很特別 鮮蛋糕很特別的地方 它對麵包跟蛋糕類的都很有愛 現在很開心 它的美打就很喜歡 這很好吃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它這個油蔥酥 它這個油蔥酥真的很強 優勢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批 因為它很熱熱的 它剛才放進袋子裡面的時候 都還有正氣 對 我要慢慢講了 我才不會把我剪掉 我要給它五顆星 很軟對不對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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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鴨 因為它不是荔枝口味 它的墊比較小一點 你要內用一定要先定位 它其實真的 我路過不是很容易看 然後它就會給小小招牌 然後它就給小小招牌 還有套選人的湯板之類的 不過它壓上來的時候 我真的有經驗到 色澤真的很好看 對啊 它用伊朗的伊朗 價位是比一般我們在外面吃到 烤鴨還要再貴一點 就是半隻五白 餅皮很特別喔 然後他們把餅皮拿上去鍋爐上面 一片一片煎過 然後它給的甜麵醬很滿 很多 它的餅皮很厲害耶 它餅皮很香耶 就是你這樣聞都會聞到餅皮 它的餅皮 我覺得它餅皮的厲害 有一點就是它用鍋氣 我對餅皮的經驗處 已經高過壓了 硬度超級 我覺得要按住它再煩餅 因為它給的很大 它切的部分都是 我們俗稱的牙肥粒 肉質最鮮甜 然後它皮又脆脆的 它的餅皮就是那種一口氣化的味道 就是比起肉質的話 它的餅皮還蠻讓我驚豔的 這間餅肉我給它五次吃 真的很好吃 好 現在的已經快客滿了 我們來吃它的豆腐 我一上來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喜歡 它是什麼 鴨油炸豆腐 對 鴨油耶 我第一次吃到這種料理 真的炸得很飽滿耶 看起來超好看的 而且它上面有台灣人最愛的大九層塔 炸得很超胖 然後在底下它的那個飯匙醬 那是 我們想說是 是嗎 豆腐裡面的鮮甜 我覺得蠻厲害的 豆腐醬 豆腐醬 在裡面 好 你的香味沒有很重 真的蠻好的 對 配想剛剛好 我們剛剛還有點一個 金門煎麵 出生到現在第一次很重 過了19歲 第一次看到過了一個年 過了一個年19歲 會有氣的時間走 大家是不是覺得蠻厲害 對 提醒一下我們現在是過年後的 叮叮叮 如果你覺得大家臉都有大了一點 就 一定是進口的問題 對 它底下還有那個蔥蛋 在那個煎麵線的下面 對啦 它還有附一個醬油喔 辣椒醬 辣椒醬 有辣椒的醬油 這樣沾著那個麵線吃的 對啊 那個夾 嗯 好香喔 好香喔 這碗好特別喔 軟軟的那個蛋 然後上面 它就好像比剛才一樣的 它有一些還挺有煎熟的軟麵線 所以它其實三層口感 我覺得麵線煎過得到是這麼脆 然後玩喔 可以特意 在家裡也可以吃吃看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 你皮羊的料理 我做了很多裡面的料理 蛤 你在哪裡做料理 你皮羊的那部影片 你皮羊的那部影片 要上送資訊 我沒有放資訊 不要去拍那部影片 你小食慾 你不要去拍喔 你不要去拍喔 如果我們還有廚藝比賽的話 我想要做這道料理 我是被你提供 那我不要當評審那一集 他可以特意什麼都要吃 我們會有下次的廚藝影片出來嗎 會有每一天 不會 我真的很喜歡它 我要給它 可惜 我們接下來這一間是小花車輪餅 不過另外一間是車輪餅 對對對 現在是一間餐車啦 口味超好吃 老闆娘好健常 我們跟她在那邊聊天 她說她拍了10年 早期其實也是單純賣 奶油紅豆 她說就是有人會說 想要有一些點 新的 就是各種的合在一起 樓華式的口味 有些人會吃車輪餅包高麗菜啊 就帶個什麼青魚來 讓老闆娘挑戰一下 我們點了很多種口味 熱狗 蘿蔔絲 還有芋頭肉鬆 這是巧克力的跟奶油起司 奶油珍珠跟奶油芋頭 然後我們今天點7個紅味 大家就是自己選自己想要 好香喔 我喜歡它的那個餅皮 因為它的餅皮有別於其他一般的車輪餅 很多車輪餅都是皮比較厚的 對 它皮很多 對 它皮是薄薄的 芋頭的香味也很好吃 但如果你是害怕芋頭味的人 你就不要點 因為它的芋頭味真的很重 我剛才先吃了奶油珍珠 然後我覺得它珍珠還蠻有嚼勁的 不輸一般的手也要贏的珍珠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餅皮 不喜歡皮太硬的 我喜歡包皮的 我吃光了耶 我這也是第一個吃光 它真的很酷 因為它一個小小 不會太大 喜歡經典的喜歡 那種創新的都可以 反正它這個小小的 你可以吃是吃到很多 沒有業配喔 但我覺得真的很不錯 很棒 我們雖然花了很多心思 不是在拍這個東西 我做我這一次想要拍最外圈的 然後然後看一下 幫你去拿刀子 要幫你去拿刀子 其實我吃臭倫膜 我還是最喜歡吃經典的洋蔥口味 就是奶油跟紅豆 對喔 紅豆有深深的阿瑪 只要我看我們的影片應該都知道 對 但我們今天沒有吃光一點紅豆 不好意思 它也有外送平台 所以大家也可以利用外送平台來點 我看到老闆娘說 你可以用LINE跟它點好 點好之後再掛拿 因為這個都要現點現做啦 才好吃啦 推推 推推 沒錯 換一個方向短好了 你可以吃一口看看啊 真的嗎 好好吃喔 是不是很好吃 好好吃喔 還要加一點蘿蔔 跟你說你會後悔 你只有買一盒而已 好好吃喔 你不要這個也是 然後你要有點清晰感 這一間呢 其實它不在南國區 它是四處跑的一間幽靈餐車 它四處神書鬼沒 那它今天剛好在我們拍攝這間 來到南國區 所以我們就把它拿進來拍 因為本來我們是要去吃另外一間大腸包小腸的 這間真的很難碰到 我自己很愛這一間 因為我已經追了好幾次了 台東的各個區域 我幾乎都會認 我有吃過它的每天限量的大腸包 這位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 等一下還沒講店名叫什麼 店名就叫做 你們猜猜看 店名就叫胖子修 我們點了它的總會 裡面就有 鹹豬肉 花生米腸 香腸 然後竹筍香腸 香腸真的很酷耶 旁邊它有一些小菜 醬菜類的 醃洋蔥 醃蘿蔔 還有醃漿 免急 迫不及待 現在是Micky最期待的那個 竹筍香腸 它很甜喔 它那個 香腸的煙燻味 對 會撲筆 沖筆的上 對 因為它是傳統的烤法 就是用盼火烤的 不是用那種機器的火烤烤的 這立刻就會想要拿第二口 對啊 真的很好吃 而且你配它的那個 醃漬的配料啊 把整個膩感降到最低 你吃再多都不會覺得膩 我自己一個人啦 我可以吃完這樣一盒半 我好多喔 哇喔 它先說就是很三層的 完美的比例 這個肉質的完美比例有沒有 大家有看到嗎 對啊 它那個炭香味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對不對 我不想講話 那我想要先吃 你慢講 我們慢吃 再來一個鹹豬肉 而且它不是那種過鹹的鹹豬肉 有些鹹豬肉是很鹹的 嗯 炭香味把豬肉的鮮甜 用得非常非常好吃 這間很神耶 我跟妳說這間是我心目中 最厲害的花生米飯 我覺得那很神 沒辦法帶回去了 我覺得它的洋蔥 跟它的東西都超級配的 剛剛我們在買的時候 這樣會不會太多喔 不會 這樣我們東西點很多 我們來吃它的米腸 它的米腸我覺得要沾醬最好吃 米腸的腸衣是有那種醬汁的香味 它米腸腸衣就是腸 如果喜歡吃那一張的話會很棒 它的燻香非常的夠味 它每一間都是好像都有一點點炭香味 對 因為它是炭母國烤的 但它盤子旁邊就聞到很香很香的味道 所以它的餐廁旁邊都很多很多 其實我覺得它不加醬也很好吃 因為我們剛剛吃鹹豬肉是鮮的 然後配上這個米腸 配在一起 也超級棒的 一定要追蹤他們的粉絲團 看他們在哪裡 講話太浪費吃的食材了 這家你們要給幾顆心啊 這家很值得給心吧 然後我這邊還有幾根 五根我們要給五顆心 再加一個 六顆心 今天圓滿的結束了 讚讚 讚讚 好 好好吃喔 好快樂喔 天啊 剛剛吃完之後又跑回去排隊 重新排隊又買了兩顆 好好笑喔 這樣我們手上全部都是 你還大一盒回家 止不住笑容欸怎麼辦 它真的大圈寶欸 它們在路上就說它要 跪在地上大喊 這很適合就是 景濤式的大喊太好吃 然後還配合灑水特效 不要害我幫你灑水 來來來來 不免俗還是要問一下 那今天來南屯區 你們覺得哪一個最好吃 當然這個啊 你剛剛講了吧 我跟你講它不屬於南屯區 但它來南屯區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可以來拍它 它真的很好吃 對不對 這搭成最短回頭客紀錄 對啊 我們剛剛有問它在南屯區 會待在哪裡啊 它就說微信公園或風熱公園 大概一個月會移植 南屯跟南屯區 基本上都會來買 像烏日 烏日有個風坑 它會待在那裡 很長 喜歡餵的那個 對那個胖子覺得很低 就可能會遇到它 就可能會遇到我 對 我自己還有喜歡吃一間 我覺得現在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個鹹蛋糕 我到現在我還記得它的味道 讓我印象深刻 會念念不忘哪一種 我的話應該是越南小吃的螃蟹肉 因為我覺得它那個螃蟹香氣是真的很濃 然後米排物也很好吃 還有嗎 阿龍會咧 現在想到是 想到吃的 想到吃的 我們今天吃的越南小吃肉包 那一隻櫻桃鴨 櫻桃鴨啦 今天的櫻桃鴨也很強的 我現在牙也忘了 櫻桃鴨也很好吃 櫻桃鴨也很好吃 但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太常吃很多很好吃的牙肉了 所以它在我心裡面並不是最厲害的 不過這間米腸店 是我吃過那麼多家米腸的 覺得最好吃的一家 如果你們有吃過 比這家更好吃的 你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們也可以去拍 不管在哪裡都可以 之前追餐是有吃過他們家滷大腸嗎 他是前15米客人 我之前有吃過 我之前就是 他已經公佈到在哪裡了 然後我就直接過去那邊等 然後他還沒來 我就一直打電話給他 問他做一道路 好不前了 好不前了 因為我真的很想吃到 因為我每次都不是那前15個人 每個人限點1分 對 就1分了 那滷大腸好吃嗎 很好吃啊 很好吃 那是滷大腸裡面包米腸 喔 味道非常有層次耶 很好吃 對現在的米腸的生機板子 好啦 喜歡我的影片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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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都按讚 我們站在這兒 拍照 ai 非常好 崇拜 能幹 我們要注意的是 按照 板